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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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苏米 璐妮 蓝米 弗拉尔 吉兰阿山 很长的名字 我是花蓮阿美族人 刚刚你看到的影片 是我们今年的春根的一个画面 我今天能够带来的就是 跟各位分享 这几年来在这个部落里头 有富裕的水梯田 还有我自己本人 跟带着俗人们 一起富裕人心的部分的一个经验 曾经有一个其他告诉我 他说 孩子啊 你要天东土地 他会回应你 他回应你的是什么 其实上他说了 你动了 你做了 你有了 你才会知道 他的回应是什么 那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他给我的回应 那吉兰阿常常说 他曾经说 就是你生存在大自然里头 如果你身处于 愿意倾听 愿意听大自然的声音 你就是自责 这个是老人家给我的一个 非常 非常深的 很深的深奥的问题 但是我一直 步于这边土地 六年之后 我才听懂 他在说 然后有一个梦开始了 也就是在六年前 其实我回到波路很久很久了 也几乎快于十七年 十六年 十七年之久 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说 我四周也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到在六年前 我才有了一个土地议题的问题 也就是 我们常常原住民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 被原住民的 现在流行的正义的问题 短型的问题 非常的大 那当时 在六年前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当你在争取另外一个土地 反正你拥有的地方 反而没有去活络它 或是没有利用它 反而去争取另外一个土地 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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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我自己呢 你拥有的 你不是争取 还我之后 你要什么 那时候我的矛盾是离 那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土地运动 所以 在六七年前 我就感谢这个疑问 当时我的家的旁边 这个富裕的田地 就叫我家的旁 我看到的状况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很怀疑 当我去参与这个土地 还我自己呢 我的旁边 全部都是大家的 你现在拥有的 你现在拥有的地方 你反而没有去争取 你反而没有去 去活用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凭什么要去争取 另外一个土地 狂我 那你要做什么 当时我就很犯的疑问 所以我就想 我住在这里 我有什么 可以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才可以 回应我自己心理上的那个矛盾 所以我才那个时候 开始找 波罗的祈劳 那个梦才开始 当时这个波罗祈劳 就对我来讲 他们会 会觉得 我一个女生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 耐心或者有这种勇气 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那一次 富裕这件事情 不只是富裕我这一块田地 它富裕包含了 你从头到尾 因为这边土地 你刚开始这边土地的时候 连山上的这个水源的沁水口 跟所有的水滴田的那个 水的水泉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就是水均 我们可能从1600公尺 几乎是两公里以外的山里头 然后再引进到我们的水滴田 水滴田就是刚搞过的水滴田 才可以引过来 那整个都是上风的 那已经经过30年没有肝云了 那经过社会整个大边迁 所有的居民都已经流落到都失去了 之后在50年代 或者是在40年代 或者更近一点60年代 所有的居民 所有的族人 都已经流落到各地方的时候 这个水滴田已经荒备了将近快30年 那回到这个沁水滴田 我才发现到这个 不行不能这样子 我能够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然后所有的 你说你要富裕这个水滴 你不能要富裕这个水滴 你要富裕这个人行 在地方的叫我自己本身也好 然后当时非常困难 当时我有个旅程也就是说 我找了很多的工部门 可是工部门告诉我 他很多的状况是没有什么业务 不管是园院会也好 就当地的工管处也好 就当地的县政府也好 就很多单位也好 我跑了很多单位去 去想要争取一些资源跟预算 能够帮助我 能够帮忙我去把水 水源或是水泉的修复的工作 能够完成 然后所有的 所有的单位都告诉我 没有这个业务 然后 你看到我这张这么棒的画面 这么来的 我一步一步 花了两年 三年的时间 然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 我认为对的那个人 有时候我们在台湾这个社会里头 如果你找不到那个对的人 对的单位 你做不了事情 尤其是对我来讲 一个 继续在一个小小的部落里头 但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更困难 也许在华莲 也许在台北 也许在别的地方 可能更容易 但是对我来讲 我不认识任何一个有关单位的人 我不认识任何一个 了解那个地方的人 那我只镇定我 可能是对圆明慧 有比较有直接的关联 可是当时圆明慧告诉我 他没有那个业务 他没有那一项业务的时候 我就很难过 我就开始碰撞式的去尝试到 某一个单位 某一个单位 某一个单位去找 我找到了 很奇怪 我找到的非常齐悲的单位 叫做林悟菊 那么林悟菊 圆明慧 圆明慧落的林悟菊 非常的反感 他欺负是反感的要命 就是说林悟菊 强到我们原住民的地方 强到我们原住民的生活领域里头 的那个非常非常反感的一个单位 但是我找到的是保育组的另一个 有一个叫曾德伟他林博士 那位人士 他既然听得懂我讲的仪慧 他既然听得懂我讲的这个环境 他既然听得懂我要做什么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开始 直接的去那个单位 把他直接带到我要赋予的这区 史迪明的赋予区这个地方 带去那个地方 告诉他我要什么 那我们有时候 人的一生都会这样子 有时候你很想做什么 但是你没有讲 然后出来 甚至你的动作没有做到那个 那个情境 然后我常常觉得 人就是这样子 你要做什么 你有机会讲 你就讲 你有机会做你就做 那有时候觉得 觉得好像 自己讲说好像不太好意思 我觉得怎么样 那个事情会做不了 那会要 你要讲 你要勇敢的去说 即便他成不成 你就是勇敢的去说 我对这位林博士 我就是用这种态度 我就是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直接的跟他讲 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水源处的 汽水处的修护 我需要水瓶的修护 我需要把这个田梗做好 当时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地方 毕竟没有田梗 田梗是贪方的 那因为没有田梗 就没有办法蓄水 没有办法蓄水 就没有办法 有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作物 可以生长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经过了大概有 两年三年 这个地方才成熟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干活部罗吃低屏 看看这个地方 然后呢 在富裕的当中 同时我也强调一点 也就是 林 农药 林 朱草精 这个对我们部罗来讲 它是一个新的东西 它是一个新的 一个新的东西 那么之前他对于 在我还没有富裕的这一片的土地上面的时候 它还没有耕作之前呢 通常就是为了要解决 那个草子长得很高 然后它不知道怎么解决到时候 它会用什么方式呢 它就用除草精 给喷洒 那整个 整个地方呢 就变成那种 呼 那种 那我看就很难过 我知道这个 土地上面 就是有很多的微生物在哪里生活 在帮你做事情 可能大家没有物能的经验 但是我也有 我看过 所以我就觉得 每一次我看到 尤其在这个地方 跟你们分享一个经验 就是这个地方 有小小的一个地方 有看到不同的颜色 那时候我一找 又有点起床 那么它一找也很清楚 我如果要 把这一片弄干净 它必须要散除草精 那同时间呢 它去那里拿了一个 喷 喷属草精的装备 那时候我从这个地方走过来 然后我开始在路上 也就是在这个路上跟它争执 争执的茫围想说 看谁 我说明今天如果坚持 坚持 对不起 坚持 把这个地方 喷属草精 那里害了 全部的农民都 都 都完蛋 所以我最 这一生 这六年前 这六年当中 我互以这件事情来讲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跟那个 其中 这个地主 跟他争吵过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路上跟他争吵 彼此之间 我看你这书还是活营 然后他说这是我的田地喔 这是我的土地喔 这是我的权益喔 这是我的地方 你要 所以你要管我的话 你要 你们讲 当然我也知道 那是他的田 那就是大家 就是如果是你的 你有权利去 去怎么样应对你这个土地的时候 我又没有办法 但是我就是硬站 站在路边跟他讲 如果你这样子就害了全部的人 就是因为这两三年的时间 努力的成果 因为你 你傻了出草剧 而让所有的人就失败了 就是那一次的经验 那个是早上的六点的时候 我觉得很难过 然后也觉得 这个想起来真的 还蛮 还蛮值得 那个站了半个小时 在路边站了半个小时 的那个情况 这样子 好 那个 这个 这个 黄金海岸 不是只有指 那个水平平地区 那是指整个 花东地区 狭长型的 花东地区 沿岸的这个景色 那可能到 可能在座的各位 可能都比较年轻 但是在四十年前 三十年 四十年代跟三十年代的时候 整个花东地区 几乎都是水地田 你能够想像吗 今天可能 又帮我给你 那张图片 三十年跟四十年代的时候 整个花连到台东的海岸线 几乎都是水地田的状态 也就是说 当时的水地田到现在 你看到的花东地区 可能有些不一样 那所有一整条线 现在几乎都是赤森林的状态 那不像三十年代跟四十年代的状态一样 就是整条都是水地田的状态 你想一想 台湾这么小 然后你想一想 哪里还有水地田 现在仅有台湾的水地田 就只有冬廖 花岩 还有花东地区的新社 跟四地坪地区 以前没有其他地方 可以看到水地田 那为什么我老实讲 富裕水地田这么困难 那是因为它不是你们想像中的 花东中部县 或是宜蘭的平面式的水田 那我们的水田 这个水田你看似平平 可是它坡度很高 它坡度非常的高 然后就是 很多地方都是小小一块 就是很传统的小小一块 那有时候人机械都没把它下去 所以对我们来讲 它是一种困难度 也就是说 耕作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样就是人力上的不足 耕机械上的不足 我们仍然在 可是六年来我们努力 为了坚持 继续做下去 那因为这个六年来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如果要做一件事情 你等要说 你等要做 一再说 一再做 你必须继续做下去 那朋友 朋友 也许是朋友之间 他就会了解你的状况 设计 我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 我想跟各位分享 就是在我富裕第四年的时候 现在是六年 第四年的时候 我非常地指望 因为 我开始觉得 陆路的人觉得 勿闹半年 其实带不了他太多的手语 然后他觉得 他宁愿去做一些联工 他才把他生活 那时候我自己也想要去 也有一点举望 那有一群朋友 刚认识的朋友 或许大家都认为说 刚认识的朋友 可能你要讲 你要讲一些心思很难 对不对 可是那一场我真的告诉他 我遇到了困难 我才紧紧认识他两天 我才告诉他 我碰到了困难 我要 可是我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他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一天我告诉他 我要继续浮育 我继续要露出 现在大家知道的海盗蜜 可是我做不下去 可是那个朋友 我才认识第二天 我告诉他 我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我把这个事情打出来之后 第四天他就有个合音 他告诉我 你继续中 你中了我全部收购 我的收购价钱是多少 请你告诉你的其他的小农 继续做下去吧 我全部收购 你们不要担忧 你继续跟着你不要担忧 那一次我就很感动 因为他不只是 只是收购价 他先把那个钱 准备好给你 也就是说 你一分地多少的产量 我一分地多少的钱给你 这个就是我认识 最后我认识到的这群 祝道朋友 我常说他们是祝道 就是帮助我 中道的这群人 然后 所以我常常想 如果我们想做一件事情 你不讲出来人家不知道 你不做 你永远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 所以你要做 你要说 你也要做 你从来不知道说 你这个当中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那一次的经验 让我觉得非常地震撼 因为他隔了一天 他会这样被我 他问我一分地可以掌握多少量 然后我一分地 我可以给你多少钱 然后多少钱 可以分送给你的小农 然后请你继续做下去 那不过 这不过是我认识两天的朋友而已 所以我常觉得 这个事上你要做什么 你就是敢说 敢做 尤其是你一定要做 你只是空头说的话 就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常常 我遇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上真的 台湾其实有很多的 很多的朋友 可以了解你 因为你不说 所以敢不可以了解你 因为你不做 所以人家不会看到你 所以你要说 你要做 说 没有用 做 还是动力 好 那现在在Sleeping地区的 这个小农还是继续的 努力中 但是我有 在这个当中 我常说 就是说 他说 你要听懂土地会毁灭你 这个过程 他毁灭的 不只是你在 这个天里面 所有的收获 他说的听懂 他说的回应 彼此在告诉我 这个当中 你在富裕的当中 你遇到的 都是土地毁灭你的 一个可能 就像我刚刚说的朋友 的回应 就像我刚刚说的 帮助我的一些朋友 就像我后来 我碰到了我的伙伴 我碰到了一群人 他给你的支持 都是回应 这回应 不只是你 跟座之后的这个回应 跟座之后的物质上 或是什么样的回应 实际上 他在你的生活当中 他要回应你 告诉你 你 他的回应 不只是物质上的 其实他的回应 就像我刚刚告诉你 我才认识的 两个 两天的朋友一样 然后 我认识的 之后的伙伴们 我认识 还是 还是我感受得到 部落的老人家 当我们 种植之后的海盗民 送到他们家的时候 他那个微笑 他那个感恩 他那个谢谢你的时候 那个都是 那个 切老说的回应 他会回应你 很多事情 这也是我感受 非常深的一个 一种感受 那 现在 仍然我们也 会遇到很多困难 因为 悬浪海盗民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海盗民 他就是说 悬浪海盗民 共贵应求 那 但是 因为这个 海盗民虽然是共贵应求 但是我们还是去努力 至少 我们影响到别的部落 继续的用 有生更多的方式去更做 分析自然农法的 方法去更做 那 地零地区呢 因为它是小地方 那 它的产能有限 如果你们 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查一下海盗民 好 然后 也谢谢各位 今天能够 这么认真的听我们说 这一则故事 谢谢 谢谢 Madame 感谢观看